金炉烧纸前猛冒黑烟的景象 屏東市玉皇宫将不会再出现 我们既然已经提出了 我们这样的要求 他们也达到我们的要求 当然我们就要去面对 而且要落实我们所讲的承诺 据屏东县环保局统计 每年光是农历春节 大庙纸前总量高达350公吨以上 其中焚烧可以减少至少12吨污染物的排放 108年总共在全年 我们总共收了270吨的一个纸前 那总共配合的庙宇加速将近有50家以上 这是因为空污的问题 社会对环保也是蛮注重 人也是会赞同我们这样做 玉皇宫能够响应政府环保政策 进行封炉仪式 往后纸钱也将统一由政府处理 减少纸钱燃烧污染物排放 想必对空气品质将大有助益 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